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乱谈美国史》 上次我们说到,在南北战争之后 美国的铁路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呢,迅猛的发展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和批评 从1866年到1873年 铁路建设的速度异常迅猛 在这几年里,新普铁路的英里数是35000英里 这是1830年到1865年铺设铁路的总和 第一条贯穿美洲大陆的铁路 穿过了1800英里长的人员稀少的平原和高低不平的群山 它的建成引起了世人的敬仰 1869年5月10日 在犹他州,一枚连接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黄金稻钉 钉入到铁轨上 这是时代的象征 人们纷纷拍照,记录了这一事件 但在建设这些铁路以及西部其他铁路的过程中 还出现了涉及战后铁路的问题 在没有人烟的危险禁区修筑铁路 需要冒巨大的风险资本 这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土地和贷款 为了增加补贴 在一场铁路铺得越多越好的竞赛中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筑的铁路质量很差 不久就不得不对部分的线路反攻重建 而在这个时期 美国最大的丑闻之一 新代公司丑闻 就是由于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资金而引起的 在这个丑闻中涉及三个公司 一个是铺设铁路的建筑公司 一个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再一个就是新代公司 而当时这些公司的董事们都是同样一群人 他们身兼三个公司的董事 这种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 因为这种做法可以减少建筑公司 在铁路建设上的财政风险 但这也意味着政府在这种情况下 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而且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和新代公司的一些董事们 免不了通过虚报建筑合同来大饱资能 一个名叫奥克斯·艾姆斯的 马达诸塞州的众议员 他恰好是一家 向新代公司出售建筑器材的公司的老板 他也是新代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在相信国会对这些事情 不会认真地追究之后 他在1867年和1868年 将新代公司的股份 以象征性的价格 卖给了几个有影响的众议员 1872年 纽约的一家报纸 披露了这些左手转右手的交易 公众群情激愤 要求国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好几位共和党政治家的政治前途 因此受到了影响 以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利益冲突的概念 也随着这个事件的宣传 而被人们所认识 到了1873年 铁路受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攻击 建筑第二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线 北太平洋铁路线 迅速导致了一场金融恐慌 从此战后繁荣的幻影被打破 经济陷入了萧条 直到1878年才开始复苏 南北战争时期 北方金融界的英雄 杰库克成为了1873年大恐慌的低罪羊 库克的费城银行 在1869年接手管理 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政 尽管这个公司已经得到了 国会批准转让的大片的土地 和巨额的贷款 但是这个公司居然仍然没有建筑 一英里的铁路 在库克的管理下 北太平洋铁路公司 从1870年开始从德鲁路向西建筑铁路 为了让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向建筑工地 库克用累进式的方法经营 吸收一切可以得到的股票和贷款 那么其他银行 铁路公司和工业企业也取而效法 拼命的扩大企业和大搞投机 1873年9月 纸糊的金字塔倒塌了 库克银行由于负债过多 成为了第一家关门的公司 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 几百家银行和公司相继出现恐慌 在全国364家铁路公司中 89家倒闭了 两年中有18000家公司垮台 到了1876年 失业率增长到了14% 恐慌像阴云一样笼罩了美国全国 即使在大恐慌之前 中西部的铁路公司就已经引起了客户的仇恨 刚开始的时候 火车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因为他把远方的市场和他们联系起来 可是很快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诅咒铁路公司 因为铁路公司牢牢地垄断了运输这条声音线 战时飞涨的股价格现在开始下跌 就更加加剧了这一形势 从1867年到1870年 小麦的价格下降了一半 玉米的价格在1869年到1872年间 也下降了一半 运费虽然有所下降 但是绝没有下降到一半 农民们抱怨是铁路公司 把他们搞成这样的悲惨 铁路公司相信这样一条理论 在没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高的价格 在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低的价格 然而大部分农民居住的 只是有一条铁路线提供服务的地区 而且铁路公司还拥有着很多股仓 这些股仓由于在验收粮食 划分等级上欺骗农民 而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农民们为了在出售股物和购买必需品上 绕过中间人 就组织了各种市场购销合作协会 成立于1867年的农业保护者协会 就是许多这样合法组织的保护伞 但是农民还是不能修建自己的铁路 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 他们开始参加政治 组织起反垄断的政党 还选举了州议员 这些议员和其他运输行业的代表一起 在六个州里执行了针对铁路公司的法律 这些法律规定建立州铁路委员会 确定最高的运费和仓库收费 铁路公司到法庭上控告这些法律 那么有八个相关的案件 被提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审理 最高法院在1877年 邦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中做出了判决 法院认为各州可以合法使用警察力量 去整顿涉及工农利益的企业 包括运输公司 面粉厂 客栈等等 尽管最高法院表示了支持 但是某些这方面的法律仍然很难实施 争取实施铁路规定运动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势头 而铁路还成为了劳工骚乱和工人暴动的焦点 持续十年的劳工骚乱和四年的经济萧条 终于引发了1877年的铁路大罢工 从1865年到1873年 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以平均25%的速度增长 也就是说当总的价格指数从暂时的暴涨水平下降了20% 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只增长了一点点 而增长的这部分工资也是由熟练工人获得的 而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持续长时间的劳动 佐证工资仅供糊口 尽管熟练工人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很多行业中不断实行的机械化 也危及到了古老的手工业技术 引起了工匠们对丧失独立的忧虑 这些曾经控制着自己行业的工匠们 现在被迫成为拥有新式机器的工厂主的故宫 那么对立的潮流交织在一起 就掀起了组织工会的高潮 除了战前和战时成立的十个工会之外 又有22个新的全国性的行业工会诞生了 如此多的工会联合起来 在1866年组成了全国劳工同盟 同盟的主要目标 就是在不降低工资的前提下 将每天平均10到1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减少到8个小时 各个工会为了努力达到这一目标 不仅采取了集体谈判和罢工的形式 而且还借助于立法 在工业较发达的州 特别是在马萨诸塞州 出现了几个劳工改革党 马萨诸塞州的改革党 在1870年竞选州长的选举中 该党的州长候选人 获得了13%的选票 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的增大 保证了实行8小时工作时间的法案 在6个州获得了通过 但是这些法案实际上充满了漏洞 而且缺少执行法律的机构 1872年 政治上倾向于劳工 为劳工说话的人们 组成了全国劳工改革党 这些政治活动 在工会领导人中引起了一阵紧张 很多人担心 分裂工会力量 将不利于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 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而进行实实在在的集体谈判 全国劳工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1872年的总统选举中 只获得了公众选票的0.5% 在这次混乱之后 劳工改革党和全国劳工同盟 全都垮台了 在很多美国中产阶级的眼中 工人暴动 让工会的名誉扫地 1875年 报纸用大字标题 在显著的地位 披露了 比锡法尼亚州东部的 无颜煤矿区的莫里社 引起了一阵轰动 这个地区 是美国社会中 种族和阶级对抗的缩影 这个矿所有者的大部分 都是苏格兰 爱尔兰长老会的教友 很多工头和熟练工人 是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新教徒 而大部分非熟练工人 是爱尔兰天主教徒 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混合体 熟练矿工们组织了工人护主协会 到了1873年 他已经为自己的成员赢得了有限的利益 那么许多爱尔兰人属于爱尔兰人古代工会这个组织 自称是该工会核心集团的茉莉舍 计划进行以雇主工头和工人为对象的一系列的暗杀和仇杀活动 1875年到1877年 对茉莉舍成员进行了审判和判决 20人因为谋杀罪被处于绞刑 那么这些判决不仅使这个工会名誉扫地 而且还使煤矿的雇主们有机会发起逼人的攻势 要求法律反对一切劳工组织 甚至包括熟练工人们所组织的劳工组织 1877年发生的铁路大罢工 引起了更大的恐惧和仇恨 在这以前的三年中 东部的几家铁路公司 以公司的收入减少作为理由 削减了工人工资的35% 工人们组织起来试图反抗削减工资 但没有成功 1877年7月16日 当巴尔蒂摩和俄亥俄州 第三次宣布再削减工资的10%的时候 两地的铁路工人同时举行了罢工 阻止火车运行 罢工波及到东部其他铁路线 还让西部芝加哥和圣律司的铁路陷于停顿 有十个州出动了民兵 在一些地方 民兵向罢工工人开了枪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 民兵则和工人们握手言和 根据这些州的州长的紧急要求 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拉瑟福德·海斯 派出了联邦军队到六七个城市中去 到了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军队、民兵和警察终于控制住了局势 至少有一百名罢工的工人、军队士兵和无辜的路人丧生 有几百人受伤 罢工结束之后 一些铁路公司部分撤销了削减公司的决定 但是各州和地方城市 还是加强了各自的反暴动力 在这些罢工中出现的 阶级对立的幽灵 也吓坏了很多美国人 他们开始对美国的前景感到悲观 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 往往会出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实际上这背后是有客观的规律 无论是个人 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 往往会屈从于发展的惯性 这就意味着 问题和矛盾 往往是处于一种蔓延和累加的状态 因此最终 当问题和矛盾爆发的时候 往往是连锁性的反应 当时的美国也是如此 就在工人罢工的同时 美国的金融体制也遭到了挑战 而且是愈演愈烈 在金融大恐慌之后 农民和其他生产者 在价格下跌的打击之下 跃升载道 为此呢 国会在1874年 通过了一项提高 绿位纸币和国家银行纸币价值10%的法案 但是格兰特的反通货膨胀顾问们 劝他否决了这个法案 共和党内部形成了 以主张收缩通货为一方 和主张通货膨胀为另一方的两派 这种分裂呢 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 给共和党造成了损害 为了在1876年的总统大选之前 弥补这种分歧 共和党的财政专家 议员约翰·谢尔曼 起草了一项回收硬币的法案 对于收缩通货主张者来说 这个法案的优点是 从1879年1月1日起 允许用金币按照票面价值 收对绿贝纸币 对于主张通货膨胀的人来说 这项法案的吸引力在于 它不再限制银行纸币的流通 同时规定绿贝纸币的流通量 不超过三亿美金 这项法案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在财政问题上 团结共和党人的政治目标 国会在1875年 投票通过了这项 符合共和党路线的法案 从理论上来讲 回收硬币法 允许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 来满足经济的需求 但是银行纸币问题 一直是和银行持有的 美国债券相联系 随着战争造成的 国家负债的不断减少 和银行愿意出售债券 并将收入投资于其他地方 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 就受到了阻碍 从另外一方面讲 硬币回收法 确实实现了 收缩通货主张者的目标 那就是让绿备纸币 和金元的面价相等 作为财政部长的谢尔曼 在1878年 亲自指挥 取得了这项成功 这意味着美国和西欧各国一样 也实行了金本位置 但是这些活动 并没有结束 关于金融政策的争论 相反 它让争论更为激烈 一群金融理论家 劳工领袖 农场代言人 和制造厂家 坚持说 美国经济的正结 在于通货不足 它特别损害了 南部和西部的经济 因为那里缺少银行和纸币 它还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 他们发现 由于提高了金元的币值 收缩通货 让他们的负债更加的严重 由于利息率的提高 和货款来源的枯竭 这些需要资本的人 也受到了伤害 股物价格被压低 农民的利益 也受到了损害 批评家们坚持认为 硬币回收政策 会由于进一步的提高 滤被纸币的价值 而使得局势更加的恶化 反回收分子 他们相信 货币应该是以 经济生产力为基础 所以他们坚持要求 使用一种流通货币 由国家政府发行的 不对线的纸币 并且以公民在经济生活中 对他的信任 作为对他的唯一支持 1876年 反回收分子就组成了 绿背党 尽管绿背党的总统候选人 只获得了1%的选票 但是不断加重的经济萧条 吸引了很多不满分子 在1878年占到了绿背党的旗帜之下 那么绿背党在国会选举中 赢得了15%的选票 选出了14名国会众议员 那么很快呢 关于金融的争论 由于银币问题的出现 有了新的转变 那么关于银币问题的具体情况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关于银币问题的出现 关于银币问题的出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